香港国泰航空公司面临财政危机 6月9日,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香港表示 政府将出手挽救国泰危机 通过香港土地基金投资国泰航空公司273亿港元 其中7成195亿资金用于购买优先股 另有78亿港元为过渡性贷款 预计投资回报率为4%至7.5% 教土地基金过去6年的平均投资回报3.7%更高 除了政府的投入之外 国泰也都将会透过股东公股 募集大约117亿港元的资金 整个资本重整计划的规模合计是390亿港元 国泰的两个大主要股东 即是泰股和中国各行 已经承诺会按持股比例全数参与公股 投入这次项目的资金将会来自土地基金 现时在外汇基金投资组合里面的资金 国泰航空集团近日公布 受示威活动及疫情影响 2020年首四个月乘客人次同比下跌64.4% 再货量同比下跌26.6% 自2月以来每月亏损现金25亿至30亿港元 而2019年全年业绩里的净利润只有19.91亿港元 同比下降近28% 陈茂波表示 政府投资国泰是考虑航空业对香港经济的辐射作用 香港航空枢纽地位非一日建成 国泰业务量在香港国际机场占客运量的57% 及货运量的41% 并专营多条客运航线及货运航点 更涉及众多航权 对于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重要 政府经评估后做出决定 并认为投资国泰可带来回报 国泰在这个里面它扮演了一个角色 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本地一间最大的航空集团 但我们做这个投资的目的 主要是考虑到香港国际航空疏楼的地位 和这个地位对于整个香港的重要性 航空事业占我们的生产总值4.9% 目前来说在国际机场上班的人大概7万8千 陈茂波透露 有关投资将会是一个中期投资 但特区政府无意入住国泰 或成为国泰的长期股东 政府将向国泰派助两名 由资深法律界或会计界人士担任的观察员 以确保政府投资回报 据了解国泰航空于1946年创立 是香港第一所提供民航服务的航空公司 国泰航空的两大股东 是英资泰古公司及中国国航公司 分别占股45%和29.99%